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次的成员也都是大家熟悉的面孔 有魔鬼登山教练阿里巴巴 劈头散发的夏老师 还有第二次登山差点被劝退的老崔 当然还有拿着如影SC登山的我 本次vlog将详细的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行程安排 交通方式以及花费的金额 本次使用的交通方式是电车加上巴士 我们购买了日本假期特有的超级划算的优惠票 青春18 11500日元一张 一共可以使用5次 全天随意乘坐JR的普通列车 买了这个票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时间够 从早到晚想坐多远就可以坐多远 那么为了在白天留下充足的登山时间 我们选择16号周五晚上出发 先到山下的周访湖找个地方休息一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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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喽 走 走 走 我们刚刚到达的上周访站 Kami...KamiSua 你的名字 对 就是你的名字的那个周访 然后我们现在是要从这边去住网吧 因为 没错 我们选择住网吧这个最为廉价和舒适的方案 关注过426的同学们肯定不陌生了 不过这个网吧的位置比较偏 所以我们需要徒步4公里左右 然后明天还要再徒步4公里回车站坐车 什么什么8公里啊 没有8公里 3点几公里 8公里 今天的月亮非常美 给大家看 有没有像动漫里的场景呢 超赞 乡下真的好安静啊 为了能够节省了 我们今天晚上就久违地住一下网吧 真的算起来很久都没有再去住网吧了 只有之前16年还是我还经常住 我现在已经有两年没住网吧了 但这个网吧的位置很尴尬 在两个车站的最中间的位置 我那边好像有洗澡的蛮好的 这是跟中国网吧最大的不同 所以等一下我们去拍一下 如果可以拍的话 日本网吧有些什么不一样的 所以明天的计划就是我们早上其实比较早一点 还要再走3点多公里走去车站 从车站那个巴士站再坐车去登山口 现在是已经到了典型的日本的乡下了 这边很安静 我蛮喜欢的 而且今天月亮非常美 刚刚老崔问我 我们之前在群里说熊鳞是什么 熊鳞是什么东西 其实熊鳞它是发出了声音之后 就让熊给听到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种拍视频 拍照素材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想要拍熊的素材 熊鳞一想熊听到了 就会觉得开饭了 然后就过来找我 然后就可以拍出拍到珍贵的素材 虽然说有一定的声音危险 对吧 老崔有点胖了 他说他不想跟我们一起 因为他知道我们要拍熊 没有了 其实就是熊听到声音 他不会接近了 因为野生东北 其实一般是不会接近人的 除非个别的那种 饥饿的那种 饥饿的那种 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听到 草里面的虫子的声音 就是小时候就在农村里面那种感觉 而且空气很香 有个草的味道 马粹的味道更香 什么 马粹的味道 是吗 没有马粹的味道 而且今天晚上月光也比较强 还能照着点路 衣衫放入水 对啊 说好 后面这是山吗 那是南阿尔卑斯 这是我们明天要爬的 是吗 但是我们山峰在里面 没在这 我们明天要爬的在对面 前面那一长条是南阿尔卑斯 等我们爬完这个 然后再去爬一个 或者说就直接去 那个啥吧 枪月 去剑月 剑月要带安全帽 那这个暑假就变成了 三千米山峰的那个 剑月的时候 你就可以戴个安全帽 然后万一够不错 你粘在安全帽上 然后就不要想带别的东西吧 这就是运动的 哎呦妈 这不怎么吓人 这挺像下的 这挺像下的 你看我们走到这路 就这种路 你去那山上我去照一下 现在就是骨骼地头 倒出来的奇葩路 我的天 对下时候我一直记得 我们去那个富士山的时候 去的那个 在猪之头 出版的那酒店 哇 倒的路都不是路 都疯了 从人家实验铁里穿过去 对对对 我也就发现了一段 就从我家去池袋 走去池袋有一段路 它就其实那块早都疯了 就铁道嘛 那个道口 那这块早都疯了 它就一直显着那边 可以直接过去了 他妈我翻过去 哈哈哈哈 还是同一片蓝天 我们走了不到10分钟 就来到了这个城市里面了 这也不算城市啊 小镇了 大家看到没有前面那个黄色排排的 叫快活club 那边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网吧 好吧 因为日本这边的酒店一般都会比较贵嘛 怎么着也得五六千日元起步 五六千日元 现在这个货率都是算 好像三四百块钱了吧 蛮贵的 所以呢 那我们一般就是省钱的话 就住网吧或者是露营啊 这个网吧 相为偏贵一点点啊 住一晚上两千日元多一点点 大概就一百多人民币 算是非常划算 而且有那种浓密后代 可以随便喝饮料之类的 好像还有免费 无限 免费无限序杯的冰激凌 这边他们的排派 看free wifi 而且这边洗澡是不要钱的 还带毛巾 因为一般不要钱的洗澡 他都会不带毛巾 人洗衣服啊 完全各式 诶 今天晚上是各式了 如果各式有的话当然可以各式 我们之前睡的不都是那种开放式的吗 我们待会就过来 但现在我们有别的事要做 现在去711 买我们的粮食了 一共要买四顿 明天中午晚上 后天早晨中午 然后下午 就下山了 这次应该可以相对来说少买点水 因为我们这次的计划 不是像之前那样 一大早就爬 直接干到山顶 我们这次是先 明天 直到山腰中间的位置 那边有一个行者小屋 然后到那边把露营桩们一卸 可以轻松一点 在附近转一转 都是常规的 便宜店环节 刚刚买完了补给 全部在袋子里了 哇学哥可以打八折 打八折呢 在这么一个乡下 能有这么一个便宜的牺牲之地 就比我们之前住的那个 那个什么 自由空间要好多了 这个网吧 真的是有各种花里胡罩的房间 还能卡拉OK什么的 然后外面看到广告上写的 各式其实是VIP房间 普通的房间还是那种小隔间 刚刚登录完了 VIP我们有个牌牌 你们是发一个小票是吧 我们可言的 那就是今天晚上是 你们俩一个人一个房间 我跟老崔一个VIP4 就三个房间吧 一共 没多大 没多大 特殊服务吧 没多大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特殊服务 冰淇淋放梯 没头没头 闭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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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到的层面就不一样了 我们就不懂了 我们现在要进去了 日本的网吧里超多超多漫画书 大家看 这全是 全是漫画书 我跟老崔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 对 我们俩已经 他们俩单独 我们俩是个神 你进去吧 是这样的 这里很适合情侣来睡呢 哈哈哈哈 你看大床房 真大床房 这个应该还蛮不错的 来会儿 哇 雷姿姿 走吧 那你把东西放 然后我们待会儿就 穿梭学去搞点吃的喝的 然后可以去洗澡 对大家看我这次 其实我的登山小伙伴就是 新发布的入盐SA 虽然也不算新发布了 已经发布很长时间了 但我刚刚从车站走过来到现在都感觉 没有吧才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吗 对两个礼拜 没有 三个礼拜有了吧 应该有了 现在是运动模式 但不会太久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真的是超轻 好爽 轻太多了 因为它这是1.1公斤 之前是1.8公斤 你看看 油大很多吗 那没有大多 也挺多的 你们是一半吗 一半一半吗 没有没有 我们一半也没有这么大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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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们真个是 不蛋 这两个还随 去看看你们的呗 你们是咋样的 我们不行 我们干什么 看一下吧 是像自由空间那样的吗 一样的 一样的 自由空间一样的 就像自由空间一样的 也是小隔间 底上是露出来的 一样的一样的 我刚刚还在感叹 这边比自由空间好 第一次就住这种房子 以后它就没法住 你看 以后就没法住普通了 被惯坏了 要为 好 我第一次跟你去 第一次 下次好熟练 什么时候拿着杯子 来干杯 来个什么呢 下次已经开始开咯 看一下 哎呀 哈哈 我们去看一看他们单人的 非VIP室是什么样的 但也还可以啊空间 比自由空间我感觉要大一点点 这边设置还蛮完善的 有这个硬币洗衣机 然后有两个shower 虽然网吧的条件远远不如酒店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里就暂时成为我们一天的家 给自己做了杯冰淇淋 坐在休息区 觉得特别平静 这边网吧里面的浴室是什么样子 很简洁 这边全部就是可以用的毛巾干净的 用完再放在这个里面 水方机 然后这边是浴室 挺小的 沐浴露洗沙露 整个其实非常干净 两个小时清澡一次 就是这种干净的穷肉 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 就是你可以安心洗澡的那种 不会觉得有任何不适 哇 刚洗完澡真的浑身轻松 很清爽 已经马上一点钟了 等到所以回来洗完我们就睡觉了 这小小应该今天先跟大家说晚安了 哇 大家早上好 头发好乱有点 要去洗个头 现在是早晨 六点半 早上起来 简单尝了点网吧的免费早餐 然后去送屋好好吃了一顿 我们就出发了 今天要先走到毛衣站 去坐前往登山口的巴士 哇 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朝向橘子凉的夏天 有没有在场景 好棒 奔跑吧 这边真的是衣山傍省 太美了 好像是住在这样的房子 每天起来有阳光 旁边环境还有山这么好 好 每天的心态都会非常棒 又不热呀 又爆了 现在打开我的超常见模式 来看看容易S的尾兵器 车开始排了 现在是回来 就回来 我们去到处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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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脸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变红啊 早上我们早上穷网吧走过来 花了40分钟左右 38公里 但是我们昨天和今天就上一个热身 上山可能会好一点吧 但是已经全身出汗 我的flog立好了 老崔也有点 不行吧 真的 太胖了 我们就是胖了之后就不利于爬山 青岛 茅野山 巴斯汤米纳� 1000块钱一张 阿瑞皮狗 这边因为就是阿尔卑斯 日本的阿尔卑斯山下吧 所以叫阿瑞皮狗交通 现在8点53车是9点多开 我们是待会9点25 从这个4号巴斯山 大家看这边全部都是登山 我感觉现在这边人最多的 就是都是来登山的 本来登山就能 这边就是阿尔卑斯 日本的阿尔卑斯山下吧 所以叫阿瑞皮狗交通 现在8点53车是9点多开 我们是待会9点25 从这个4号巴斯山 大家看这边全部都是登山 我感觉现在这边人最多的 就是都是来登山的 本来登山就能 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 做出一些贡献 我们又要买水袋了 阿尔卑斯巴巴他又带了 有水袋就可以很方便的 原地站着就可以喝 哇不知道有没有位置在开 刚好到我们这边没有位置了 很多人买很多人都应该只能站着了 刚刚下了巴斯 现在到了美农户登山口 写凉块 对啊这边真的好凉快 我看 你去写登山卡 刚好你不是可以拍一下 写登山卡的现在 现在已经1500米了 为了登山者的安全考虑 从去年就开始要求大家登山前提出登山票 写好几个人啊 计划什么时候下山 还有紧急联系人之类的 给大家看我们现在的登山到岸内 因为我们要爬的赤月是八月联山中的 八月其实不是指一个山 它是指这一片山 联山叫八月 然后它叫八月就是因为觉得山很多 赤月的话我看好 大家看我们现在在左边这个美农户山庄 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 我们在下面这个地方 还在美农户口 再往上走到美农户山庄 然后再顺着这个 然后到行车小屋 行车小屋就是我们今天这次 今天的终点了 然后在行车小屋修整 到旁边去转一转啊什么的 第二天在明天早晨上那个什么 赤月对这边 右下角赤月2899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500米 就是说整个登山是垂直爬上海拔 1400米左右 然后看时间的话 我们从这儿上到美农户 美农户山庄要五十分钟 从美农户山庄到行车小屋是两个小时 这是日本人写的 它那就算下来是三个小时 我估计我们要跑四五个小时 有可能 然后从行车小屋到赤月的话 一个半小时 这就好像还比较可解 我们就今天到行车小屋之后 就会轻松很多 看上帐门 看上帐门 我们要向山进发了 美农户登山道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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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 爸爸你背后的登山少女 我给你转过来 这不是登山少女 露营少女吗 摇夜露营 不是 人家那神社嘛 不太一样 你是参败费好吧 个别嘛 还要一千五个 爬枪月要吗 爬枪月要吗 对吧 我们这个也不用啊 好 我们进小道了 刚摆平衡好像出问题 在刚刚从小那种公路进入山坡之后 我们都是崩溃的 但是只要坚持完最开始这一段就好了 更何况我这几 还是手持入影 好 我好在入影SC比较轻了 相对来说 目前来感觉还行 可能到我真的坚持不住的时候 就把我泥漆放回去 我现在把三小架的这个插在腰带上 然后上面用魔术贴贴着 但是可以解放一下双手 我们现在已经慢了很多 你看他们都到很前面 哪吵了 没有过太长时间 我们就已经到了一个 这算是休息点吧 山脑 山脑 这边好多刚刚开车过来的人 他们应该都是把车开到这边 然后再开始登山 能少走有点路 好 有卖水的各种 这是冰水吗 好爽好爽好爽 山里的水就凉凉 从美农户入口走到山庄这边 大概一小时左右 这边都是可以开车进来 所以就只是有点坡度的徒步路线 不过经过这一个小时我也明白了 我不可能拿着稳定器上山 所以在这里收起了入影SC 我们现在才算是完成了第一段 到了美农户山庄 哇 这么大一个 哇 好走 敢问他要多少钱 肯定会到这儿了 来 这样下去 这太完善了吧 这太完善了吧 各种啤酒 饮料 果汁 牛乳 还有那个托马头 因为光了折射 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扁的 还有这个牛乳 还有这个牛乳 好冰啊 太爽了吧 哇 进山里了 进山里了 哦 好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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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插住了 上面 哦 我们现在已经可能要结束 比较轻松的这种路了 前面就感觉躲起来了 哇 得歇一下哦 嗯 哇 爽吧 碰一下都好爽 哎呦哎呦 这个酒精味都被我吸了眼里去了 哎 挖一弹 哎呦 挖眼睛 哈哈哈 你们用过这个东西吗 哎呦 就这阿里巴巴你给我的那种吗 嗯 这阿里巴巴你给我的那种吗 酒精啊 然后容易就很挥发 挥发吸着 我相对于是把酒精擦脸上的 哇 从阿里巴巴这里得到这个 这是什么 牦牛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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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可以可以 哎呦 什么 牦牛肝现在给的 要上去泡泡面 就泡泡面里面不是客气 我现在刚擦完你这个东西 嗯 我这个嘴 这里的感觉就像是我第一次刮胡子的感觉 第一次刮胡子就是超自己 就是一直是凉的 有什么 有啊 我什么都有 我这边等一下老崔 想看啊 这个树林里面太美了 哎呦 哇我唧唧了 我刚腿抽筋了 然后我就站不稳了 直接倒了 哇 长期不运动了 后果 上次去南起山 哦 又开出 哦 我发现我绝对伸直一点会好很多 哦 哇 谢谢 哇 这里那么爽啊 太爽了太爽了 哎 我就是 现在那个脚腿肌肉全是紧绷的 紧紧绷绷的 本来上次爬山其实已经适应了 如果接着爬就没事 但一下又隔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恢复的永远美了 这边的森林美是美 就是爬山太累了 太难受了 我的腿都臭两次劲了 已经看不到阿里巴巴和夏老师了 现在进入了这么一条路 全是石头 像是河床啊 对吧 哇 先看一下地图 我们已经从这儿出发 这儿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你走了四分之三了 很不容易啊 四分之三了 2243米还差100多米 这个地方是2000多 2400多吧 新这小路 又来到一样这样一个地势 正前方反正就这一片 前面总有一个是赤月 这就是 因为它山体是红色的 光光照射之后 我们现在离行者小屋 应该很近了 到行者小屋 我跟老特爷我们就 但是要是有冰西瓜 我们买个冰西瓜庆祝一下吧 买个冰西瓜 冰西瓜 冰西瓜 得在这儿洗盘子起 一个月才买得起 好像我感觉 就穿过这一块 可能就快到了 我们要彻底解放了 哇 人不少 哇 我们上来了 你们这么大了吗 没有 他刚刚吃完 吃完 吃完啊 老崔 我和老崔比夏老师和阿里巴巴 晚半个小时到达 现在已经是三点半了 早晨大概十点半左右 从登山口出发 花了大概五个小时 才抵达行者小屋 看来日本人写的登山时间 真的不能作为参考 我感觉它这个底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会比较简单 然后中间那段难一点 到后面这段 就还好很多了 后面就平了 基本就平住了 关键休息一下 等我们剪到90斤 等我们剪到45公斤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上了 接下蹭下你们的炉子 对我们吃个泡面 不用啊 就可以泡几个 水的话能打吧 那没问题 我们俩的幸福就交给你了 对 明天加油 祝你们归来凯旋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不爽 不爽 我不想上了 太累了 你不要看这个害怕 不是害怕 就是觉得太累了 妈 不过今天无人机飞飞在看 如果觉得实在是上去 非常不错 你看看这山多好看 你不上去多可惜 哎呀 太所有人了 太所有人了 一上去就拍不到这山了 多好看啊是不是 看着天气这么好 对 但是这个北极爽不爽 辣不辣 可爱心 但关键要把它喝完 我不敢吃 不是啊 不然你打不下去 不是啊对 全层没有垃圾 那全部带回去 两天两天的垃圾都得带回去 也就是辣菊花的汤 你都得给它喝完 但是这个怎么打啊 它自然而然的就非常就很好 辣辣的秘密 哦不对哦 好脆 我们本来想放香 火腿肠 这哪儿地方放火腿肠啊 不是 你站着吃 站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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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还行 你们厕所搞什么 哪边吗你们厕所搞 我们现在来解决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泡面汤啊 因为是山上嘛 垃圾都有带回去 要么就喝光 但是我这个也很辣 所以我想一个办法把它装这个瓶子 其实我觉得这倒也可能 我把这个给它挤那个 这要是翻车了 诶这样应该还行 可以 没事还应该还行 哇 哇 果汁 橙汁 橙汁 你看特别像橙汁 咱们早上喝 我觉得你可别拿错一口喝 喝出了上天 黑暗饮料 一生你飲みませんか 一生你飲みませんか 哇太猛了老推 我们现在去大帐篷了 因为我们待会儿住的那个地方 他是在林子里头 你从这走这儿还一点 怪不得 这是不是都跑的这么快 好爽 知道吗 夏老师就住这儿 是不是 我上包包陪他了吗 对 一个垃圾袋不要了 一个包不要了 阿里阿多 人家拿过来呀 我爱你嘛 你老外睡嘛 是 我们从这儿进去了 去找我们的 还没看到 这红色的 这块地盘就是我们的了 我们的帐篷 我们现在在帐篷内 然后现在躺下来给大家看 我们能看到什么场景 躺下来侧面看的就是那边 火爆了 鱼脸 睡了 睡了说话吗 不要怼这么近好吗 我说 我扭批批完了 哇 这个旁边 就可以看到树 现在把这个打开来透气也很爽 然后在椅子躺下来 死了 一对 去 敲绷 让腿 在这儿 你说安不安 hung 很爽 走 我去5K4K 躺着动物物雕 result 这样的话我们五点半局不会是开机吗 还要去展望台呢 展望台我看是去15分钟是吧 对啊 就是懒了 我们这俩废人 怎么就比别人慢五秒 安逸真的 你到底背什么去展望台 好爽啊 这个就这么想啊 太爽了 这玩意啊 太烫了 没事 不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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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 阳光透过树叶照进帐篷里 当时躺在里面的感觉真的是太赞了 除了旅行中看到的美景 还有这种户外生活的状态 于是我的旅行Vlog想给大家分享的感觉 五点半醒来之后我们去登记帐篷缴费 居然看到还有粽子卖 不过一千日元两个真的是打扰了 露营的费用是一个人一千日元 现在的这个冷气已经开始席卷上来了 晚上感觉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冷 老崔他没有带防潮电 有点尴尬 不过我们的帐篷也搭好了 刚刚也去Uketsuke 现在我们去一个距离15分钟的展望台 来在那边飞下飞机拍下日落 看看会有怎么样的场景 看看会有怎么样的场景 不过这个踢挺好看的 没有什么展望 这拍拍照还挺好看的 我就问他展望台长什么样 没飞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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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已经飞完了 大家看这边 这个展望台有 旁边还是有比较多树 明天我感觉 我就 我就不去那了 我就不去了 这预祝你们成功吗 不不不不不 季老师一定会爬上去的 预祝你们成功 当然第一个上去 我跟在你后面 那你们不能爬的比我快 那肯定 你是在前面那肯定的 你三点出发先往上爬我 我们先等你 我们到六点的出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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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你紧了小老师 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 小老师手没拿紧 然后霸下飞一个环切 刚刚有一点 因为它在晃 我看你都有点控不住了 太恐怖了 换吗 还换吗 你是怕 哦可 我这还怕你们吵 不是天都黑了 关键死 大伙子妈的提着就过来了 没事 提着就过来了 我还不过往上把他 把他吵死了 吵死我 明天早上老崔出来 脖子上长两个蘑菇 脖子上什么 长两个蘑菇 你太夸张了好不好 那一片明显是好地方 他对太友善都是干脱 你好 你好 刚刚遇到了他们一个日本人团队 还有一个好像会说中文 太棒了 找到新的失败 只能先住那儿了 看吧 这将成为老崔 这辈子中都 哎呀都得经历过一次的 经历了 他从此觉得还是网吧好 哈哈哈 以后老了 都封尸什么的 什么 二十八八发现了一个秘密场所 这不很合适吗 这绝对够三个人过 而且这边明显不会那么吵 绝对够好吧 而且不会那么吵 就这儿 谁来站个地方 我现在站着 你们去拿去 嗯行 对你们俩先拿一下过来 哈哈 搬完帐篷回来了 转移阵地 转移阵地 哦哇 要是直接这么扛着可以 阿姨宝贝来了 哦 那我现在也去把我们帐篷拿一下 或者我先把尼古斯拿一下 我相机先放这儿了 现在我们两个也搬过来了 大家看 现在周围都是大家的帐篷 这边是阿里巴巴 然后左边是夏老师 疯的 然后现在 因为已经天黑了嘛 昨天月亮特有亮啊 所以今天如果月亮出来 信心应该看不到太多 但是现在还可以看到 视频可以拍一下 我现在拍一张照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准备开饭了 等你了三缺一了 是这样吗 我以为你们没往回这等你 没有 我们很快的 没啥人呢 哦 我们还可以坐在这个地方 是吧 VIP 谢谢 彭彭彭 VIP 右边是我们今天玩进食的地方 这上面 银河好像已经在天空中了 能隐约看到点 我们横跨两个线 耗费了许多体力 历经一天的时间 终于从东京到达了这个能看见星空的地方 就算什么都不拍 仅仅是坐在这里 边跟朋友聊天 边吃点东西 就已经是无上的幸福 偶尔脱离城市 走进大自然 过几天这样的生活 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也是治疗自己的一种方法 这次出发前 虽然刚刚进入暑假 本以为可以轻松 但是因为接了一些兼职 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所以视频也没怎么更新 但是重新走进大山里 这里的空气 阳光 星空 这有一切都在治愈着我 真希望我拍下的这些Vlog 也能够治愈你 感谢阿里巴巴 夏老师 和老崔的陪伴 也感谢你们这40分钟的陪伴 我是Links 我们下期再见 有点灭 哎呀来了 不要不要 这段掐了别播 这段剧作为我们这次的彩蛋 一定要播 一定要播 这段掐了别播